今天是国庆黄金周的最后一天了,谁也没有想到会有大消息出现,大家都在赶着回家路上,中央人民银行在今天宣布降准,主要目标在于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。 关于一些解释,官方也有明确公告吗?那么这对于正在考虑和官方关系而言,到底如何来抉择呢?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,第一,今天宣布降准主要目标,在于进一步引导实体经济发展。 那么这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点,在宽松体系,经济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,从而带动就业,那么就业形势良好,可以促进消费增长。 这对于房价影响是显而易见,当然,短期是看不出来,但是长期是可以明显看到,这点我们横向对比来看就可以看到。 我们目前最大竞争对手,美国。根据美国某机构公布数据来看,就业形势良好带动房价和租金上涨,这非常能够说明问题。 要知道美国是已经完成城镇化的,在就业形势良好态势下,房价和租金还在上涨,这非常能够说明问题。 第二,从钢需角度来看,有利于钢需买房,目前各地调控策略并没有丝毫放松,各地楼市温度相对也比较低,开发量在充量时期拿出一些优惠。 但是对于钢需而言买房不仅仅是价格一个方面在决定,还有充足贷款来支撑,那么银行此次降准,在某个角度,也是执行2017年年底定下策略,满足手套钢需,支撑改善需求,遏制投资炒房这一目标,保障钢需买房。 所以,认为对于钢需的购房者而言,其实这个形式已经很明朗了,如何抉择,也很简单了。 现在对于大多数钢需而言,在预好支撑下,是进场最好的机会,而且最为重要是对于钢需而言现在有足够选择的余地和空间,这是最为关键的。 那么钢需怎么办?很简单,进场买房,招住男的右房窗口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